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家屋以及巷弄 而手枪的定义 也已经不再是自卫战斗武器 利用长短枪的搭配运用 可使战场上的火力发扬更加灵活 达到长打准 劲打快 贴身打格斗 之战技运用 基本射击姿势区分 力 贵 握 可依战场的景况 以及掩体的运用 来灵活调整你的射击姿势 致重点于握枪的稳定性 以及身体重心的协调 利用骨架 姜腔 稳固住 肌肉放松 使射击后的后座力 可以沿着你的肌肉 肌群 而释放掉 力射区分为两种 一种叫做等边式 两膝为蹲 背部为向后攻 两手臂打直 瞄准线跟眼睛成水平 利用身体的轴线 对向目标 另外一种叫做 尾佛式 利用右手臂朝向目标 右脚向后退一步 两膝为蹲 身体倾斜30到45度 右手臂打直 左手臂回弯 使你的瞄准线 跟你的眼睛成水平 接下来为各位介绍跪姿 向前一步 乘跪姿 左手的手肘 靠近左脚 使你的手有一个依托 右手臂打直 右臀 坐在右脚跟 将枪描向目标 接下来为各位介绍握射 将枪取出 左手握地 身体向后弹身 枪口永远朝向前方的位置 射击的成效 着重于平时的训练 而平时的训练 应该注重操作的安全 用枪四大手折 就是在跟我们建立起 用枪的一个安全概念 第一点 永远假设 枪膛内已有子弹上膛 当我们在接触枪的这一刻 就应该先实施验枪 确保枪膛内无子弹 才可以实施操作 第二点 枪口永远指向安全的地方 这也是我们平常在训练 一直跟我们灌输的 除了射击之外 枪口不准对了 应该要朝向安全的地方 或者是朝向天空 第三点 除射击外 手指不能接触板机 也就是我们所俗称的金手指 除了射击之外 我们指指应该放置于 护工外面 第四点 射击时要确认目标的位置 以及后方的物体 是否有安全的余虑 拔场的设施 人员的配置 通点的测试都要完备 标靶的位置 应该要靠近被弹面 避免榴弹的发生 这都是我们必须要考量的安全因素 手枪战斗射击训练 它不但整合了射击 也整合了战术动作 人员在协调性上 机群的运用 都会得到一个正确的发挥 那最重要的是 透过这样子的肌肉记忆 可以让人员的战斗动作 更符合战场需求 同时奠定我在战斗教练上的一个基础 让人员耳后从靶场进入战场的时候 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发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